大家好,我是報告的好朋友,我叫希希 今天我來到香港國際機場 帶大家衝出雪糕山下的森林去到柬埔寨 認識下部分柬埔寨人的生活 坐了兩個半小時的飛機 終於來到柬埔寨首都的金邊國際機場 來到柬埔寨當然要學會怎樣打招呼 原來用柬埔寨文跟人說你好是這樣說的 讓我嘗試一下 沖點水 我也不知道自己說得好不好 除了我之外 來到柬埔寨的還有朗哥哥 他今天在村裡有一個重要任務 好,讓我們一起去看看吧 大家好,我是朗哥哥 平時我就是幫希希開機的一個人 我是一個工程師 來的 今天我想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身後這個供水系統 首先,會將附近水塘的水 抽過來這裡 然後儲起,再將它過濾 水 水就是來自我身後的水塘 你見到水在沒過濾之前 都是污髒沒用得住的 所以,我們一定要過濾乾淨 才可以給村民用的 過濾完之後 就會存在我上面的水塘裡 聽說,這個供水系統 可以供水給附近三條村的村民用的 嘩,好厲害 那就讓我們一起去其中一個家裡看看吧 沖液水,你好 香港和柬埔寨的宣明會哥哥姐姐 還有這裡的村民 一起合力接駁水管 這一家人就有乾淨水用了 接駁水管的過程 一點都不簡單 扭呀,扭呀,裝上水錶 最後,還要用泥埋回水管的 就是因為大家一起合力幫忙 現在又多一個家庭有水可以用了 你看一下,村裡面還裝了這些青蛙洗手器 方便小朋友洗手 好可愛呀 好可愛呀 小朋友,吃飯之前都記得要洗手呀 中蠟燭水 中蠟燭水 我覺得這裡的小朋友好像很喜歡我這樣 我都很喜歡跟其他小朋友一起玩的 下一集,我就會帶大家 在黑淡淘寨的小朋友會玩些嗎 記住留意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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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住留意啦